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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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灿烂的烟花般的你 消失在空的海里 那层温暖的海 为世界消失而叹息 旋转的挣扎着的你 终于看到 幸福的过温 夜色中依然闪烁 照着我牵舞双手 从遇见之处 到一抹相濡 转眼消失不见 一切已入云烟 从今后 也只为了梦想的未来 洗尽千花的你 看起来更加美丽 灿烂的烟花般的你 消失在空的夜里 那层温暖的海 为世界消失而叹息 旋转的挣扎着你 终于看到自由的我 一色中依然闪烁 摇着我牵舞双手 她说那款香水只在纽约出售 是一款小众的沙龙香 你问的这款叫禁忌之果 给人一种精纯中透着幽默 让人想到什么 洛莉塔的感觉 这香水 怎么这么过分啊 谁又惹你了 那个石月 怎么了 穿了安的高跟鞋 穿就穿了呗 不就一双鞋吗 什么叫穿了就穿了呗 她穿坏了 坏了就坏了嘛 多大点事 那是我哥送的鞋 不就是一双鞋吗 那么多仅仅是一双鞋 我的鞋让别让女人穿了 我肯定扔了 那要是我送的 你也给扔了 来 你一起扔 你看看你 多暴力 你看看人家 人家多不技巧 懂什么呀 我不管 总之鞋让外人穿了 脏了就不能要了 去上车 或者男人 都是一样的 你懂得了 有点冷 我去关下空调 这个是不是你刚要找的资料 伟德哥你真厉害 我刚刚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呢 直远 时间不早了 没做完工作带回去吧 一鸣哥 我想在这儿把工作做完 你先回去吧 不用担心我 任经理 等一下我可以送他回去 伟德哥最好了 伟德 实习生第一天就加班 不太好了 一鸣哥 不关伟德哥的事 工作量也不是他能决定的 放心吧 他帮我很多 带回家去我也能帮你 一鸣哥 你就让我把工作在这儿做完吧 不然明天还是要加班 放心吧 我能照顾好自己 伟德哥怎么刚说好的东西都不见了 你别担心 你这是按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你快帮帮我 没事 没事 我来恢复一下 能找到吗 别担心 有我呢 你这妹妹 头脑灵活 很有想法 我很欣赏 一鸣哥 你先回去吧 不用担心我 十月 帮我多擦擦 这边还有好多 伟德哥最好了 谢谢一鸣哥 你回来了 要吃点什么吗 我去给你弄 不用了 怎么你一个人回来的 十月呢 她今天公司加班 但是你不用担心她 有人照顾她 第一天上班就交到朋友了呀 对了 对了 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 我先去洗个澡 晚点再说 小伙子 快点醒来 回去吧 干涉 我自己说 让你到处的 你去洗衣服 月月 外面有点冷 你先披上 谢谢你啊 韦德哥 月月 我很高兴能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 那明天早上 我正好顺路来接你 好 那韦德哥晚安 晚安 姐姐 我回来啦 刘伟德送你回来的是吧 是啊 她说她正好顺路 就送我回来啦 顺路 据我所知 她家可住在反方向 你自己小心点吧 她这个人挺花心的 花心这个词 是说一个人同时 跟很多个人交往 韦德哥没有女朋友 我也没有男朋友 不知道这个情况 叫不叫花心呢 你随便吧 一鸣哥 如果你不想让我跟别人说话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我有什么立场 不让你跟其他人说话 你不想让我跟别人在一起 我也和你一样 现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是安安姐 所以我也没有立场建议 但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所以我今天做的这一切 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的感受 你要绝对的权利 将我身上别人的外套脱掉 一鸣哥 你要是要在书房工作的话 我可以去心仪那儿睡 没关系啊 我也觉得弄完了 我先洗澡 安安姐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真的好累啊 我先睡啦 晚安 你有绝对的权利 在我身上别人的外套脱掉 我们把你搬公桌搬回卧室吧 这样在楼上多少有点不方便 其实我平时用书房也不懂 不过你来安排吧 再过不久就是我们俩结婚纪念日了 我们出去玩玩旅行好不好 我已经看好了几条路线 拿给你看看 你决定吧 我明天还得早起呢 我先睡了 新衣 快点吃啊 一会儿笑车来了 看着好好吃哦 阿姨 你要吃几个 阿姨今天不吃了 待会儿有人请阿姨去吃披萨 欣姨 请她吃水饺会吃腻的 欣姨才不会腻呢 她没笑欣姨吃的 这脸型都快像水饺了 妈妈 爸爸变心了 她吃腻饺子了 每天都吃的东西 大家会被忽略了 但是如果有一天吃不到了 才会被怀念 欣姨 爸爸可没有变心啊 饺子还是爸爸最爱的食物 我一顿不吃我就开始想了 好了好了 赶紧吃 一会儿笑笑要来了 老公 一会儿我送你上班吧 刚好我出去有事 好 我给你带了两杯咖啡 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 就买了一杯加糖一杯不加糖 我给你带了两杯咖啡 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 我给你带了两杯咖啡 我说了 让我们多跟您的团队学习 这前期啊自己多跑跑 了解一下市场 顺便也能锻炼一下实习生 韦大哥 我们走吧 拜拜 一鸣 一鸣 不走了 我们走吧 这也能锻炼一下 你过程 去查一下 諒原的团队 今天上午又没有消除 再做市场调查 对 很着急 我先去了 你慢点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云海大厦附近的房子出租 有 当然有 你想要什么样的 一居室就行 房间安全一点 适合年轻女生单独住的 那您看一下这套 如果您愿意等的话 下个月我们会有一批房子空出来 价格更优惠 不用了 我希望能马上入住的 新系列 主要面对的是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 有一定消费能力 并且有一定品质要求的年轻女性 减少了性感 增加了细节 提高了整体质感 好啊 但是我想听听年轻的消费者怎么说 咱们房间不还有个年轻的女生吗 怎么想的 说说吧 我们年轻人买衣服 主要是为了凹造型拍照啦 追求新颖 别致 说实话 梁姐你不要生气啊 这些是拍照不好看的大妈款 早该淘汰了 很好 年轻人有话就直说 特别好 让设计部去改改吧 岳岳 你饿不饿 等会儿咱俩吃点东西吧 好啊 这好我又有点饿了 走吧 这个刘伟德 心思都不在工作上 他不是个代事员 任经理 你现在是打算给我的团队 做人事建议吗 您好 您好 我来取鞋子 好的 给 好的 我去仓库找一下 您在那边的椅子上先休息一下 丈夫出轨之后 身边的人是最可怕的 让我感觉曾经爱我的男人 已经死掉了 不要去盯着他 没人能叫醒走苦路的人 你仔细想清楚 做好准备了吗 该找律师就找律师 如果真的感觉无路可走 那就离婚吧 您好 您看看 这底子的颜色跟之前差很多 我们只能选接近的料子 但又不是原配 颜色肯定会有出入的 这根本不是我当初的那双鞋子 不好意思啊 我们只能尽量修理 不能保证复原 这根本不是我当初的那双鞋子 我们只能尽量修理 但又不是原配 不能保证复原 你决定吧 你决定吧 你决定 工作上的事情 考虑得怎么样了 哥 嗯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娘子你脸都黑了 他睁着眼瞪着我 瞎着我心脏不通不通 别怕 你那也是实话实说嘛 再说他那么忙 哪有时间纠置你的小错误 他要是真的找你麻烦的话 哥帮你顶着 谢谢你韦德哥 你对我真好 妈是 对了 梁经理 是怎么来咱们公司的 这个梁经理啊 他可是陈总亲自挖的人 那 那一鸣哥还有机会升职吗 有点危险 因为他呀 有你姐夫身上没有的优势 什么优势 过来过来 我跟你说啊 这梁经理的外部资源可不一般 连陈总都比不了呢 还有 我们私下里都在传 梁经理没准哪天就成老板娘了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你姐夫啊 顶多只能是个B 不过陈总也是个狠人 你要是工作优秀的话 他就很重视 而且很大方 但你工作能力如果不行 无论你们私人关系有多好 他也绝对不会留情面 直接辞退 对 哥 我也都吃饭回来了 对啊 如果梁经理想跟我一起吃的话 也可以啊 现在的实习生真不像话 每天都忙着和同事们搞好关系 还能做好什么 别让我觉得自己看走眼了 说到和同事搞好关系 谁也比不上前辈您呀 毕竟 谁也搞不定 公司最大的那个人 和我玩这个 那我要提醒你一句 不带脑子出门 光靠旁门走道走捷径 最后一定死得很惨 真是不好意思 看来我是不小心走到年老人家的捷径上去了 那我换条路 咪鸣哥 怎么样 有些会烧起来 容易烧到自己 有些款都老得过时了 连火星子都添不起来 嗯 发生什么了 没什么 刚才讨论新款旧款的问题 文浩 告诉你朋友 如果她这个妹妹一直那么伶牙俐齿 恐怕待不过一个星期 这些菜单 你看一看 这的咖啡也好贵啊 她为什么敢买这么贵 试着分析一下 这里的装修很特别 摆放了很多绿植 还有书籍 这里的服务员服务态度很好 很热情 他们看起来很开心 所以在这里喝咖啡 会让人觉得很舒适 很放松 所以我说你会在职场上取得成绩 因为你具备这样的素质 你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简单来说 就会让人觉得信任 跟你在一起很自在舒服 像朋友一样 是我需要的人才 但是你还是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改进的 什么地方 一家店的产品品质固然重要 环境也很重要 我们进一家店 也许会为这家店的环境买单 如果把你比作一家店的话 你的言谈和举止 让你看起来很像一家古董店 古董店 是啊 最近 好像周围 都没有什么人注意过 很奇怪的感觉 我明明在那里 他们却看不到我 但你不是为别人而存在的 不是吗 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愿意等 从你的古董袖扣看 你还是很喜欢逛古董店的嘛 你还是很喜欢逛古董店的 十月 没什么事的话 我要去工作了 你在干什么呢 你干嘛要当面否定良远啊 有什么问题吗 我是在帮你 我不需要你帮我 你做好你自己工作就可以了 韦德没教会你吗 当面让自己的直属领导下不来台 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韦德哥对我很好 从我来的第一天 他就对我很好 你呢 他对你有企图 你自己看不出来吗 那又怎么了 至少还对我很好 你就那么缺爱吗 谁对你好像是跟谁在一起 对 我就是缺爱 谁爱我我就跟谁在一起 怎么 你觉得我很卑微是吗 我是觉得你太单纯了 你这样只有被他骗的份 被骗我也愿意 至少他愿意骗我 我想有的人 连骗我都不愿意 还有 如果这个人 不是我心里想的那个人 其他男人 无所谓是谁 有什么区别呢 你那天在书房 说的话到底什么意思 怎么了这么大声 发生什么了 没事吧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没有 那你刚才什么情况 你希望是什么情况 我不想做什么 但是我刚才看到 你看见什么了 你又在想什么呢 我没想什么 是你在想什么 我劝你最好立刻收手 他可是你老婆的妹妹 不用担心我 我去工作 家里的一位 馨姨 妈妈 今天救你自己来借孩子 我刚好生了过来 馨姨 过来了 来啦 妈妈 妈妈 你看 我给你买了甜点 饿不饿呀 好吃吗 妈妈 今天爱哭哭又哭了 为什么呀 她说没有爸爸了 爸爸搬走了 只说妈妈了 妈妈要保证 爸爸不搬家 老公 一百年不许变 快吃吧 嗯 还好 梁经理说还好的意思 是不是说我很厉害 的确 对啊 我还真没怎么听过梁元 会对谁轻易说好 陈总你好 今天晚上可以借用一下你的实习生吗 什么 我的秘书病了 今天晚上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商洽谈会 就是你上次牵线大桥的那个皮特 所以我需要一个英文非常好的人 做一下会议记录 没有其他人了吗 有外与好不借场的女孩子在 谈成的概率会高一些 说到底 还是把女人当成了一盘菜 可以啊 我想她自己应该非常愿意 那她应该不能按时完成你交给她的工作 你给她宽限一下 怎么 都已经到陈总那里去告状了 又吃醋了 要不然 你跟我去啊 那个 前期我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你去 只是签一下合同啊 你要用谁就尽管用 这公司都是你的 我可不想把自己也当成一盘菜 还真是一点都不吃醋啊 你这样我可很没有成就感呢 对你的私人感受 我不感兴趣 好了陈总 今天晚上我还要加班改方案 好 请出去吧 我来啦 今天饺子升级啦 并且好看耶 这是我在网上当学的 你看 果然 外表这么一升级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安安 那香水 你已经知道是谁的了是吗 你打算怎么办呀 解决了就好了 只要你哥的心不变 有多少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都不怕 也是 我哥哥不像耗子 姐的美女都跟苍蝇一样飞上去 等一下 今天饺子这么好看 我给你开个直播吧 开直播都不好意思啊 开直播 大家才知道你有多厉害啊 来来来啊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家沈大厨在忙什么呀 我在包饺子啊 这个饺子看着好特别呀 这是我刚刚学的 我才发现原来饺子可以做得又好看又好吃 怎么做到的呀 感觉好难的样子啊 其实很简单 只要稍微用点心就好了 你看 我会在饺子皮上撒一点这样的花瓣 好了 你看 这样就好了 其实包饺子啊 就像我们的家庭 我们要相互包容 相互支持 才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烟火的生活 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 乏味越简单 但这才是生活真正的味道啊 有时候我们可以给生活里面 加一点小惊喜 但是生活的本质不会变 越简单 越幸福 慢慢的你就会觉得生活啊 有滋有味 好了 祝福大家 再见 再见 好了 你说得太好了 我想呢 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 你自己看 看着观看略 下次我们还要玩 我先把这个整一下 挖到别的平台上去 我今天晚上要跟陈总出去 帮我转告一下安安姐 去见客户吗 我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几点能回去 我今天晚上要跟陈总出去 陈总 我不知道今天临时要去见客户 穿成这样 合适吗 我们服装间有给模特准备的衣服 你可以换上 谢谢陈总 您真贴心 那您稍等我一下 请不吝点 陈总 好 这个石月跟梁儿真的不对付 她要是在和陈总有些什么 梁儿一定容不下她 石月挺单纯的 她就是有点任性不懂事 她不会做这种事 那可不好说 人家陈总可是钻石王老五 又无钱又风流 又不像你 是个已婚男人还有所顾忌 好 回来了 等你们吃饭呢 爸爸 爸爸 爸爸出名了 出什么名了 我们今天开了个直播 别看没多长时间 看的人可多了呢 老婆真棒 干 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 我刚刚觉得 我才发现 原来饺子可以做得又好看又好吃 怎么做到的呀 感觉好难的样子 其实很简单 只要稍微用点心就好了 好 泡饺子干嘛开直播呀 心血来潮嘛 你们先吃吧 我去洗个澡 你好 公司的情况是不是不太好啊 梁经理刚帮公司 签了一个大的外商单子 业绩很漂亮 你这人 怎么帮万人跟我哥竞争啊 小飞 那文浩也有自己的工作吗 毕竟 他现在在梁经理团队 哎呀 你别炸炸糊糊的 我炸糊了吗 一鸣可是元老苦干 没有那么容易被取代的 对了 你妹妹 最近被陈总调去身边工作了 有大老板赏识挺好的 好 你们先吃吧 我去看看一鸣 帮他拿一下衣服 帮我照顾兴仪啊 谢谢 我 我费的 我发露了 你帮我打的 我会烹饭 我说 你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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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还记得这个帽子吗 是上一次去旅行的时候 你送给我的 我今天特意把它拿出来 我想这一次再把它戴上 安安 有个事啊 我觉得你得提醒一下石月了 她在进公司两天 身边围的全是男东西 这样不合适 我们不是在聊旅游的事吗 怎么突然提起她了 旅游这点小事你定就好了 你想她大晚上的跟一线老板出去 你这个当姐姐的 你不担心她安全吗 她不是孩子了 而且是为工作出去 我相信她有分寸 她太单纯了 会被人骗哪 她是个成年人了 作为成年人 她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我今天去了云海大厦附近的中介 看了好多装修不错的宜居室 我们给石月租一个吧 她可以马上搬出去 她不是在这儿住得好好的吗 离公司近 她可以多睡一会儿嘛 也不用跑来跑去的了 可是是妈让咱们照顾她的 怎么快让她出去 妈会不高兴吗 你不想让她搬出去吗 那些失眠的星星 你看见了吗 而我藏在夜光之下 苦苦挣扎 曾经拥有的家 像枝风的流沙 只好躲进回忆 找寻往日冬夏 我送你去远飞 往幸福方向飞 逃离开爱的寻伪 救赎我的惭愧 多遗憾的结尾 又无言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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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不去的时光 回不去的回忆 回不去的回忆 再提回 又送离去远飞 往幸福方向飞 逃离开爱的虚伪 救赎我的惭愧 多遗憾的结尾 又无言一对 回不去的时光 回不去的回忆 再提回 回不去的时光 回不去的回忆 再提回 再提回 mundane 後 後 回不去的時光 全天 佑